有些人急眼了 那事情就做对了 被称为黄衣毒药的香港通食教材 终于开始修订了 就在香港国安法落地一个月后 这其实是主流建制派呼吁很久的事了 通食教育是为常识服务的教育 而香港显然不是 它是反对派的宣传手册 比如战中三丑之一 刚刚被港大除名的戴耀廷 旧城市通食教材的作者 以及出题的考官 其导向可想而知 而他却是高中学生的必修课 迈向大学的必考题 果然教材还没有修订完 一些人就开始发出了 尖利赤耳的喊叫 高呼自由被打压 他们都是些什么呢 通食教育为何非改不可 无论如何 这些人恐怕还得留着点力气以后用 因为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 一跳得最高的是香港教协 这个组织十九日宣称 相关修订属于政治审查 甚至扭曲了社会实况 他还希望来年停止送圣 通食教材 呼吁中众教育界及出版界 对课程的专业理解 还学生自由的学习空间 这个香港教协 似乎应该先去回炉学习一下 什么叫通食教育 对视香港教育局指出 教协才是将教育专业工作政治化 并批评该组织搬弄是非 可以抹黑 对其予以强烈谴证 教育局一争见谁的指措 通食教育成为了高中核心科目 超过十年 目前反间 所见的教科书从未经过教育局的审核 完全由作者自行解读课程而撰写 实施专业咨询服务 则旨在去无存经 如果看看香港教协过去都做过什么 那或许更明白一致正常的消毒 为什么能够让他如此的痛心疾首 在去年的修理分波初期 很多香港普通市民 参与意愿并不强烈 于是教协就连夜的感知出 有关逃犯条例的宣传册 在其中无比夸张的描述了修理后的 重重恶果 又极尽所能的顺朗在各类社交媒体上推广 以及鼓动黄施在校园里宣扬 至于后来情势的发展有很大的关联 在动乱中被捕的学生及黄施超过3000人 教协是去年香港的动乱最有力的推动者之一 之后 无论是发动罢工罢课 还是沙坡耍赖 逼政府答应反对派的无理诉求 教协都站在第一线 很多建制派人士就曾经炮轰过 通识教育读教材 比如首先推行通识教育的前特首 董建华称表示 他做特首时推行通识教育 改革中识课称 是导致现实的今年出问题的重要原因 是通识教育完全失败 是他论内的错误要想办法改 立法会议员何军淼则说 通识教育缺乏统筹 却又是进入大学的必修课 但又没有适当的教材 容易令人走火入魔 他还建议通识教育应该改为辅科 香港特首林正月也称在今年五月表明 教育不可以成为五眼鸡笼 会在今年内交代如何的处理通识教育课 教育局之后宣布成立专政小组 在下半年就通识教程的检讨提交报告 甘福可能会进一步的修改通识教育课的课程内容 但认为他仍然是一门考大学的必修课 二 香港的通识教育到底教了些什么 2009年9月通识教育课正式称为香港新高中课程的必修科目 由网友制购民报教育出版的金律香港 晒出的内容让人触目惊心 谁都知道香港是法治社会 但偏偏法治和社会政治参与这部分 在民理案里的股东学生抗命 比如学校延长上课时间怎么办 占领操场 把静坐绝食公民抗命的内容 他们缓制的纳入参与社会及政治事务的方式 还有各种丑化内地和内地人 比如严重的唱衰 一国两制 还有美化战中正面肯定戴耀婷的公民抗命 放大香港与内地的矛盾 成为了香港部分球迷在球场徐国歌的一幕 又称了内地游客侦叉不露 水客遍地开花 不仅充斥商业区还入侵住宅区 拼拼这些措斥满满的恶意 他把驱赶内地游客徐国歌 以及鼓吹感毒孙泄不满的行为形容为战斗 其余反应则是逃跑或投降 这几年 中学生在香港社会的政治参与中 扮演着前所未有的重要角色 同期成为了高中必修科的通识教育科 显然是中学生政治觉醒的催化剂 有学者说的形象 通识教育中的政治题目 提早地启瞒了年轻人对政治的兴趣 就像信早书一样过早地介入政治 很容易被带偏 看看有多少势力在借通识之名 像青少年灌输反对派的政治意识形态吧 三 为教材消毒 显然是一个起点而绝非终点 改革通识教材 这是教育改革的起步 香港教育要回归正轨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去年修理分布以来 发生在香港的黑豹现象 让很多人认识到一个令人痛心的现实 香港的教育出大问题了 在警方逮捕的暴徒中 有40%是学生 此外 警方还同时的逮捕了超过100个老师 此前香港教育事务委员会主席叶刘淑仪 曾经列举了香港教育的极大问题 其中一个是从2009年开始推出的新高中 在其课程的设置里 好几个学科的课程都是去中国化的 在这一学制下 通识科成为了是个必修课之一 而中国历史却不是 此外他还透露 他发现在香港的一些学校 比如在幼儿园 小学 中学里 教学使用的教材 很多都有挑起仇恨国家的文质与材料 他认为 即使乐观孤寂的话 香港教育要有一方改变 也至少还需要无面 仅仅改革香港教育也是不够的 而在这方面 至香港国安法落地以后 人们也开始看到了一些积极的苗头 在政治方面 12名泛民派参选人被取消资格 西方很重视的黄之峰和周庭之流 一度的被抓捕 在国安法落地之前 港独组织就纷纷的顺布解散 其头目要么逃出香港 要么乐上官司 在媒体方面 李志英和明高成也一度的招到拘捕 其所在的一传媒大楼招警察收场 还有人呼吁应该好好地震动一下 香港那些在暴乱中伤分点火的反击者队伍 在施法领域 香港国安法的实施 是我们迈出的极为重要的一步 相信后续还会有更多波乱反正的措施 且让我们拭目以待 为何之前版本的教材还得发光 如今却能够迅速地自我修正呢 我认为出版社之所以自行修订通识教材 主要是看清了未来香港的大趋势 香港国安法落地后 各种反中乱干的行动骤减 美西方势力虽然不断地过照炒作 通过各种方式向中国施压 但丝毫未动摇中央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 从拘捕李志英 通缉罗冠冲 DQ 反对派参选人 林郑特首及相关的特区官员 提应急的回应 美国制裁等一系列事件都可以看出 去环灭毒在香港势在必性 通时教材的修订意味着香港教育界的 去环灭毒战役正式地拉开帷幕 面对即将丢人丢阵地的不利的局面 反对派们急忙地开枪声讨 如一直意图以通识教育为命 渗透反政府反内地思想的教协 将通识教材改版抹黑成所谓的政治审查 至于这是比正式课本送审 更严苛的政治审查 又传承商区公民看命的内容 是对教学需要有损无益 去年修理分布以来 教育局和出版社接到了大量投诉 且反映教材中充斥偏见 故意地制造对立 传播极端思想 甚至沦为了反对派的政治传单 对教协的无端抹黑 香港教育局回应表示 其有关言论并不舒适 令人极度遗憾 教协将专业咨询服务 置为政治审查 只属无中生有搬弄是非 刻意抹黑 俗话说 十年树母 百年树冷 教育是社会的根基 更关乎香港的未来 容不得半点马虎 现在香港教育界面临各种问题 有来自内部 也有来自外部的 持续通识教材的修订 算是走出了第一步 希望特区政府继续发力 将香港教育界的还读 清除干净 找绿环香港孩子 一个清朗的学习成长空间 除了问题